近期,不少媒体报道,曼联非常接近千下游文队内的巴西左后卫桑德罗,不过今天媒体话锋一转,表示曼联不会牵下桑德罗,而是准备继续使用现有球员, 而且穆里尼奥还准备提拔一名小将加入左后卫位置的竞争,近日,英国媒体《卫报》报道,在右边后卫位置上,曼联牵下了达洛特,不会再去进行引援,而左后卫位置上,曼联依然不会引援,穆里尼奥认为阿什里扬可以胜任这个位置,他将会是球队的主力左后卫,而卢克肖将会成为他的替补,上赛季在租界中发挥不俗的米歇尔也会加入 上赛季,阿什里扬就成为了穆里尼奥,在左后卫位置上的首选球员,在多场比赛中,阿什里扬的发挥都非常出色,而在阿什里扬也因此入选了英格兰国家队,参加了俄罗斯世界杯,而在世界杯赛场上,阿什里扬的发挥也非常出色,或许正是因为他出色的发挥,才让穆里尼奥下定决心, 不再签下一名左后卫,不过,老实说,阿什里扬的确不错,不过穆里尼奥如果真的不签左后卫的话,记得和阿什里扬签合同时,要一年一签,卢克肖上赛季前半段没有获得过任何出场机会,不过后半段卢克肖出场后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段时间卢克肖还提前结束休假,前往低败训练,而和球队会合之后,卢克肖在身体检测中,各项指标都是队内榜首,他也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会全力竞争主力,米、切尔在英超名声不显,但是在苏超可是大名鼎鼎,上赛他被租借到苏超的哈茨时,表现非常出色,是哈茨队的主力边后卫, 而他也被球迷称为苏超赛场上最好的边后卫之一,不过这位小将以前是踢边峰的,16-17赛季对阵水晶宫的比赛中,被莫里尼奥放在了边后卫位置上,从而就开始了边后卫生涯,边峰的精力让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强于防守端的表现,而他也完全可以成为莫里尼奥的战术棋子,如果马连真的不牵左后卫了, 那么下赛季曼联球你可能就要期望着三名球员能够拿出稳定的发挥了,你认为谁会最终成为曼联的主力后卫,阿什利阳,卢克骁,还是小将米歇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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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